孙子兵法说 却发现无处可买 管仲已发出号令 禁止各诸侯国与楚通商 买卖粮食 楚国就这样被玩坏了 管仲此时立刻集合大军 杀向楚国 楚王无可奈何 就此乖乖听话 运用经济战 管仲不费一兵一卒 就制服了强大的楚国 古代的王朝都热衷于修长城 可为什么不止在 显耀的关爱建城墙 反而要多花钱 建连城一片的长城呢 因为除了军事防御 长城还有一项关键功能 经济封锁 中原的很多商品 都是游牧民族非常紧缺的 如果政府下令禁止贸易 市场上商品稀缺 价格提高 商人会想尽办法 将货物走私到草原 以获得更丰厚的利润 而绵延万里的长城 则是终结走私的大杀器 连贯的长城和预警巡逻系统 把贸易网络收缩到了几个关键点 商人要进入草原 就必须经过关爱 很难走私货物和逃避税收 有效控制商人的自由进出 贸易垄断就实现了 中原王朝一言不合 就能关闭关爱 封锁贸易 明朝末期在辽东 被厚金花石吊打 动不动 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 军事战争打不过怎么办 大贸易战争 明朝把几个关口一封 对厚金进行经济封锁 结果辽东的米价 飙升至八两银子一斗 棉布九两一匹 诺尔哈是穷的 啃树皮 清朝时期的海禁 也是一样的道理 为了拖垮在台湾抗京的正成功 顺制发布签借令 将沿海五十里的居民迁走 变成了无人区 郑家和内地来往非常困难 日日的苦不堪言 历史上 最显为人知的 也是最成功的经济战 是北宋与辽国签订 缠军之盟 每年进贡30万岁币 北宋在大好局势下 还送钱 一直被视为软弱的象征 缠军之盟后 两国开放贸易 辽国的原材料和牲畜输入北宋 北宋的铁器 瓷器 丝绸茶叶等 则输入辽国 原材料PK手工业品 高下立判 结果就是 辽国的萧太后惊奇地发现 大辽每年的贸易逆差 比30万岁币多得多 宋朝的产品 占领了辽国的市场 由于北方市场上流通的 全是宋朝的货币 辽国的经济命脉 就被掌握在了 宋朝手里 北宋可以轻松运用金融手段 掏空辽国经济 由于财政窘迫 辽国后来一直没能再有所作为 最终被金国快速灭亡 如此高超的经济战 比军事战争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后来面对金国 南宋也是搞相同的一套贸易战 利用绍兴合议 控制了金国的货币与市场 金国也重蹈覆辙 被蒙古消灭 只是后来南宋自己内部 过度货币扩张 财富分配极度不合理 把自己给玩残了 最终崩盘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微博东力史 感谢关注并转发我们的 原创视频 感谢关注并转发我们的